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骰到優格就中了 蛇眼也是很好拆的 蛇眼上二就是卵大師會贏的 因為神眼上二還要再拿到怪啊 那個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他要骰6開場才會有怪 所以點數就是1到6嘛 而且並且骰6他還要買一張打架卡他才能夠贏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是接近於... 我穩啊三元! 沒事主播聖誕快樂! 死亡之意金卡! 金、金、金、金小紅! 這邊有... 此意金卡然後... 開場這邊是金小紅欸 這是什麼巧合?都是金的 兩元抓怪怎麼都不虧 先抓個 2-8金卡欸 2-8欸 很牛欸 又要賺三元了 真討厭 怎麼這麼好賺? 這個有...是...有一點點淺淺的味道 趁蛋捷要看Score Death 好像是一個傳統 嘿嘿嘿 但那個...那個不合家觀賞 怎麼辦? 沒嘲諷用這個鑽我覺得有點笨 你若只要... 他只要一直保持這個組合 他就會一直贏 他點金紅前期是不會輸的 所以怎麼樣都拆他 你不用管他有沒有拿到惡魔 他光那個點金就是2-8 這體質就已經很好了 所以甚至你都不用在意他 欸惡魔到底有沒有? 不要 這邊鋼琴手蠻難賺的 你看兩個怪都是可以殺鋼琴手的 所以只要一個不小心鋼琴手就生發了 所以我絕對不會考慮 琴手在這邊的表現 好...錢幣超多 這個超強欸 剛好是一個配 拿這個等於說是加個兩隻而已 現在怪沒七隻拿這個效益不高 所以我不喜歡在怪很少的時候拿這個東西 里諾的話都會一直贏 哇!這一把有里諾 里諾就是我的戰神 戰神里諾 嗯...羅迪跟這隻還算配的 錢這麼多直接升級也是可以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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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心... 惡心霍格玩法 秀喔 這個很少見 惡心霍格 蛇眼被減12... 哭吧... 哭吧... 欸!惡心霍格到底在幹嘛啊? 怎麼連輸 聊天室...奇怪了 我以為惡心霍格很糟 結果他是在騙我 騙我上當的部分 我一個大重機 口君片片喔 就是感謝大家的支持啊 這麼久以來 大家都...都是...固定會收看這樣子 恩...三合一了 還有戰吼兩次是不是? 薛凡 然後還有里諾加持 欸... 怎麼沒加持到 值得擁有的新成員 這個是... 那個喔 最近不錯 要碰到上面有點難捏 要賣太多了 獲得金幣 卡白子不會變 有後輩成員是一件好事 里諾就是我的戰神 全靠他來賺啦 然後這隻豬也會賺 所以我一直把這個豬拿下來了 哇塞 這一把這個東西28攻 超誇張的 各位觀眾~~ 15元里諾輸了 沒關係 豬會賺 啊...他丟失我這個法術 那還是賺啦 兩塊錢會換四塊錢 只是賺多一點跟賺少一點的差異而已 寶石等於兩塊錢兩顆 也可以用寶石來賺嘛 伊莉絲要打著... 要打出去出欸 有點麻煩 這把這個法術拿不了幾張 回合結束... 那沒什麼好觸發的 刷戰吼 我... 塞瑞拉能打贏里諾 能打贏蛇眼 塞瑞拉合三次到底在幹嘛? 塞瑞拉合三次到底在幹嘛? 這個合三次你應該要相信他吧? 這個點能合成三次都是很冷啊 片片還在路上 各位觀眾~~ 三元到了吧! 蛤? 合三次的人打輸了 打輸老鷹四星科技 都沒合欸 這把... 猜迷好奇怪喔 這個這麼強升級是沒有問題的 這一把好難猜喔 這個三合一... 你要有很多東西可以送掉 這個東西才會有用 那我基本上已經不是這個體系了 光盾打在這好像意義不是很大 拿戰吼才是真的 這個法術是蠻不錯的 這個戰吼也會是不錯的 先拿法術吧 這回合就有提升了 老鷹好像很強欸 老鷹都沒輸 這邊我要改變拆法了 寶石不打喔 要拿來當做法術 然後用這個豬來賺錢 7664 哇塞 太大了吧 7664都翻出來打了 但是我這個東西33攻欸 法術超多 33攻 終於猜對了! 聊天室啊! 終於! 終於猜對 還回不來 這次唱一首歌不過分吧 找一個海盜亂點一通 你已經領先很好 接下來了要首次優勢 這一隻超強 4…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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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 幣多起來了 我好多幣啊 這個終於可以留掉了 賺錢等無限輸 現在開始大爆刷環節 拿錢把數就對囉 我覺得已經時機了 不然你們怎麼看 騙騙大家少等一下 阿伯 堅持財寶 還有誰 的武師 然後... 這對手其實有甚麼 威風 這麼有力氣 那個層次不會讓你走歪路的 今天騙騙啊 別急 別急 馬上就來 哇 你們的始祖啊 不停 別跑 然後輕鬆 這才是可以放生依靠的夥伴 回下來 沒有夢驢者 所以這張丟掉 然後 盡量加攻 賽瑞拉的強勢騎 應該已經到了 這要拆賽瑞拉 打機械第一隻破盾 然後站上風已經隨便打了 反正降到1 直并是有點用的 血量264 決鬥! 然後一會 快樂鬥士 應該要丟嗎? 賴盾 無限攻 還是沒有血量 沒有血量的牌 我覺得在之後沒有能夠用欸 待會打惡魔還要搞一個薑尾 比較重要 因為 打惡魔沒薑尾 他的怪就會變很大 所以這把的重點是要 骰薑尾 你們只要薑尾骰出來 就好打了 好 剛塗要養的話 也是說不行 你會被淘汰 這個種族不多啊 娜拉不好用 先傾斜一些牌 這一槍超好用的 嗯 直接給鋼鼓點 夢女者兩隻 所以血量等於無限了 各位 讓我再試一次 不管怎樣 現報再說 跟鬼一樣 欸 有毒 不想擬了 要毒 不過我有強力啊 把他毒都卡掉了 哇塞! 等等打這個還要擺爆爆欸 不然被毒 居然猜錯了 難過 你們覺得鋼鼓沒用嗎? 等等一個體質轉換 秀一個變態 你反應速度還真快 開個贊同老公 這個主意不錯 就算是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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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立刻又轉職了 所以選一個… 比較簡短的 這個加血只能加這個800了欸 因為其他的沒攻擊力 加再高也沒啥用 通常最好是把銅鬚丟掉 再轉 對決 嗯…一發入魂 我覺得可以啊 直接入魂起來 很高興跟你做誠意 海盜現在的優勢是…他有那個… 比較多的錢啊 可以讓你一直拿光盾 喔…夜戀黃景就是這麼快了 我的贏面 迪迪大 這個不打真的太卡我的手了 我…我得打… 現在打掉了 動畫真的很強欸 你的轉盤 這個轉盤又爛又長的 剛斧就是…沒啥用 根本還是要換掉 他現在就是拿來破破盾而已 轉盤的話就很長 能的話就不要亂打 能的話就… 有閒在打啦 然後這個贊蟲點金 有什麼贊蟲在牌面上變金色很厲害呢? 我…我也不信任那個傢伙 他們在英國 跟牌小隊放到 哈哈哈哈哈 打把路 我想起來打他好像需要爆爆欸 有人要化身嗎 兄弟 你想幹嘛 我與荊棘同在 大家會開始傳唱你的傳奇功 反彈兩百 擴散打你的毒 各位觀眾! 小東西爆個牆 二號鋼譜 口君聖誕快樂 直接一號這一發就很厲害了 口君聖誕快樂也祝大家聖誕快樂啊 晚點告訴我沒有問題啊 睡一起來 主播這邊沒贏錢喔 抱歉 我與荊棘同在 YT影片載第一次發言口君聖誕快樂 最近玩戰場才感受到口君的手速有多快 對啊 這個…這個遊戲就是多少時間做多少事 盡力就好了 我覺得盡力就好了 哇!鋼譜直接被降到1 但是這個風怒打兩下 把你的盾全部打光 同時這個也有帶盾 降到1 再反彈、反彈 感謝口君贊助聖誕禮物 一千零九十四 各位!回來了! 哇! 一拳把他斃了 有沒有?聊天室! 欸!溜個1!還沒 還剩三回合喔 那這個決定來不及了 風暴之力 吃吃 吃吃要吃啥 我這還可以選兩次是怎麼回事啊 我都感覺我那個能力跳了兩遍啊 問號 同一組選項 豬直接三合一了 很感性 這邊你們敢打轉牌嗎? 單身狗聖誕節買個希望 好啊 給你們個轉盤夠贏啊 這個時候轉壞的不要怪我 啊? 欸?吃法術! 吃四張法術! 最後一刻轉一波 對面直接退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直接退了呢?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了啊? 就六個降為一個反彈啊 然後1100 20的核關啊 這就是海盜啊 22血無甲 傲勢群雄 我今天生日抽手機 哇塞! 秀起來了 海盜 打到後期的話 海盜的最大價值就是 如果你有法海的話 法術很多 法術很多會帶來什麼優勢呢? 全部怪都有光盾 因為六塊錢那個盾要買很貴嘛 那海盜的特點就是 很容易做出全光盾體系 所以你看我現在整排都是光盾 然後你也很容易把 對策卡變成金色 就金匠為金鬥牛 這個是你玩海盜 可以做到的事情 跟大家分析一下 海盜的優點在哪裡? 海盜就是 做最多的事 常常是挨最毒的打 但是 打到後期的話 你可以往這個方向去走 就可以避免挨最毒的打 你還是可以有提升的 就是靠這些牌 那版本的法海 其實有點大於猴爺了 因為打到 大大大大大後期的時候 資源無限 那你爺再拿更多的海盜 作用不大 可是拿法術就不一樣了 法術有一些什麼 戰上風把你降到1啊 奇奇怪怪的 就是花式會很多 看起來剛剛加賽加了一堆啊 在我這個忙碌的一波當中 我們看一下 誰誰誰偷加